即救這件事情 如果你可以在對的時間 對的地點去做一件對的事情 或許可能就會有一些不一樣 學會即救才能自保才能救人 這裡不是學校的建教課 而是安妮怎麼了的团隊教室 每一次的亞雄都有電腦檢查 深淺強度 學員邊練習邊找感覺 一旁的老師叫做楊祥文 五年前就是他一手創建了 安妮怎麼了 很好 現在速度是穩定的 注意一下自己的速度 打造國內第一個急救教育平台 楊祥文的背景卻是超級跳通 大學念的是台大土木系 大三選修了一堂基本急救課 跟著救護車出勤 結果人生從此改變 它是一個晚餐時間 然後有個爸爸跟國中女兒在吃晚餐 然後吃一吃 那個爸爸就砰 就找他去了 對 然後我們就到場進急救 然後把人轉送到醫院 然後交給醫院做後續的急救 這時候我就看到 那個女兒被我們一起帶到醫院嘛 她在國中年紀 她就站在計程室的門口 然後她就突然放聲大哭 然後就整個腳軟就跪了下來這樣子 然後那個畫面對我來說是非常衝擊的 因為我大三 我是二十一歲嘛 我根本就沒有看過一個人崩潰過 我會覺得 這個事情好像滿特別的 就是急救這件事情 如果你可以在對的時間 對的地點去做一件對的事情 或許可能就會有一些不一樣 難忘在急診室的衝擊 不是醫學背景的楊祥文 自我精進 掏取最高等級的TP救護證照 更創辦安妮怎麼了團隊 要重寫國內的急救教育篇章 有自己去付費 學可能中級救護技術員 然後到高級救護技術員 那這過程中 有做了一些教育上的工作 那時候我就發現說 臺灣的急救教育 好像有一些問題 或者是還沒有很完善的地方 可以被解決 請問有對任何藥物過敏嗎 EBIN EVEN 0.3 MINI GRAND IAM 從擁有最高等級的TP救護執照 來看國內的救護醫療配置 就能發現一個大問題 目前緊急救護技術員 分成三個等級 最基礎的T1 經過40個小時的訓練 可以執行基本的包紮止血 再來T2 受訓時間280個小時 能做稍微深入的醫療動作 最後是TP 受訓時間必須要累積1280小時 不但能夠執行給藥注射 必要時還可以插管 在國內總共有2300位 TP等級的救護員 不過當中九成都在 在相防或是國軍單位 等於只有在特定的族群 才具備這樣的能力 到我們救護員教育的 第一個問題就是 其實救護員的訓練 裡面有很多的技術操作 那時候學生就是在課餘時間 他要複習這些技術 他就看著書本上的文字跟照片 然後來傳播那個技術 要怎麼做 我想說這不是一個 很有效率的一個方式 因為在2018年的時候 其實YouTube 已經是非常蓬勃的一個產業了 可以在YouTube上面去學煎牛排 然後還有很多種不同的煎法 我覺得沒有道理 我們不能用影片來解決這個問題 那當時我只有影像上的一些專業 然後會有一些急救教育上的專業 我就覺得這個問題我可以解決 所以我就把兩個結合起來 就是變成我們安妮怎麼了的 第一代的一個教學影片 就是救護員的一些教育 急救不該局限在特定族群 發現這個問題 所以安妮怎麼了開直播 拍影片 讓觀念普及化 哈囉 安妮夥伴大家好 我是祥文 這個目標獲得 醫療相關背景的夥伴認可 一個社團朋友 他就發了一個現實動態 說他的父親就是 可能在晚上的時候 就突然就是心臟 就是出了一些問題 那他現場就是 雖然他是醫學領域相關的學生 但是他現場就是 在進行急救的時候 他也是非常的慌張 跟就是非常的緊張 安妮 奶奶怎麼了 坎坎兒談在醫院的時候 發現了很多人 在面對突發狀況 因為害怕 做得不對 不敢上前幫忙 要解決信心不足 就要讓民眾有機會 定期複習CPR技能 覺得說 如果我有學好急救的話 那會不會就是 會不會就是 不會讓自己 在那麼緊張進步的狀況 然後可以做得更好的處理這樣子 來 一 二 三 投入急救教育之後 幾個年輕人 還發現了另一個弊端 台灣對急救 沒有獨立的專門學科 缺乏系統化教學 要解決這一問題 只有把救護醫療學位化 成立專門科系 才能夠專業 其實我們是很缺人 有能力來做這些工作的 我們現在能做這些工作的 大部分就是 他可能在救護醫療領域 他有受過這樣的訓練 然後他同時也有在別的領域 有受過可能像是研究所訓練 他才有能力去做這件事情 但這種人真的是 很少很少很少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的 工作量是滿大的 其實我也是常常會說 AED這東西是 很安全的一個工具 它本來是設計給 完全沒有受過訓練的人 都可以用的一個機器 成立專門的科系 是更長遠的目標 在這之前 團隊透過舉辦工作坊 參加企業的教育訓練 先改善民眾缺乏 使用信心的問題 如果你有了EMT症兆 還有滿腸熱血 還有一個急救包的話 就可以立即使用這些器材 來幫助上車 幾個年輕人 壞著熱血推動急救教育 因為急救不該是遠在天邊 而是要近在眼前的救命技巧 八大新聞和平 李松原採訪報導 鎖定八大名稱新聞 記得按小鈴鐺喔